许波 埃及中央银行说 由于罢工和宗教节日 全国各地金融机构星期一和星期二关门 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罢工的银行职工迫使官方临时把星期一定为银行假日 与星期二的公众假日连在一起 一名军方消息人士说 埃及军队正准备在星期一禁止工会集会 实际上等于是禁止罢工 并且警告说 军方将采取行动制止混乱无序 政府目前关注的问题就是安全 要让埃及公民恢复安全的生活 穆巴拉克总统星期五下台之后 接管国家控制权的军方领导人发表声明说 军方将暂时管理国家六个月 直到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时为止 选举计划在九月举行 这一声明事实上就是使埃及直接由军方掌管 声明提出了向民选政府过渡的具体时间表 因此受到很多反对党领导人的欢迎 我们今天宣布 我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 与武装力量最高委员会对话 对话将在革命目标的框架之内 同时也在这场革命确定的框架内 这不是谈判 而是对话 以达到最好的结果 推动这次革命的青年组织领导人说 这一声明总的来说是积极正面的 据美联社报道 谷歌埃及高管瓦伊尔高尼姆等一些青年代表 星期天与埃及武装力量最高委员会举行了会谈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